北美艺术盘点 久违点亮加拿大西部创意视觉的艺术家 虽然加拿大主要以其广阔的荒野而闻名 但它也是充满活力的文化场所的所在地 而位于加拿大西岸的卑诗省 纯净狂野的自然美景 不仅俘获了全球不计其数的旅行家 也塑造了独到而别致的文化 在这里 桀骜不驯的灵魂被大自然再次唤醒 艺术家们吸收着BC城赋予的自然灵感 创作出了众多优秀的艺术作品 给我们打来了震撼的视觉冲击 Robert Bateman是加拿大BC省最富盛名的艺术家之一 对美学有着深刻的鉴赏能力 也是大自然的崇拜者 这位屡获殊荣的博物学家 画家和作家 是奥独邦学会认定的20世纪大自然保护英雄之一 他用现实派的绘画风格表达着自己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欣赏 也鼓励人们最大程度上去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Robert Bateman出生于多伦多 但是加拿大BC省的岩泉岛却是他的根据地 这里的居民和Robert Bateman一样爱好广报 在原生态环境中过着悠然自得的慢生活 全然体验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 Robert Bateman也在这里 洗手着大自然赋予的素材与灵感 艾米尼卡尔是加拿大第一位现代主义和后印象牌画家 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在前往温哥华岛 海达瓜伊等偏远原住民村装饰所制作的大胆 令人回味的画作 除了是颜色运用大胆的画家之外 他还是一位获奖作家 被认为是加拿大的偶像 在加拿大卑市省的温哥华美术馆 奥登美术馆等都可以看到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 一提到道格拉斯科普兰德 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被计算著名小说家的身份 他创造了包括X代在内的很多开创性的文学作品 还出版了13部长篇小说 两部短篇小说 七部非小说类书籍等 但是在道格拉斯科普兰德身上 有一种无穷的求知欲 他探索着艺术作品的多种流行文化 艺术家就是他的另一个身份 位于温哥华的数字匿迹经 是道格拉斯科普兰德的著名艺术代表作品 不同色块的完美堆积 成就出一份艺术界的矿石之作 如今在温哥华周围的很多地方 也都可以欣赏到他的作品